约继有大多伦多地区伦敦市区民4000余人 6月10日参加在密西沙加市多伦多佛光山盛大举行的宗教联合体验法会 即佛光园游会 园游会意卖所得拨款15000元赞助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期 新移民研究计划 5月初曾与怀亚逊大学展出的《星云大师一笔四书法》 也自6月10日起于多伦多佛光山宝藏馆展出一周 出席贵宾有密西沙加市市长 密西沙加区国会议员 省议员 斯里兰卡总领事 驻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助理处长 劣质文山市市议员 以及皮尔区教育局 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 加拿大中国书法协会 加拿大红十四会安守代表 华商网络 孟长会 中家商贸促进委员会 密西沙加华人专商夜协会 福会教育基金会等社团代表 40余人 我们多伦多佛光山还有佛光会 每年在进入暑期之前都会举办宗教联合企安法会 以及佛光园游会 最主要的除了是庆祝佛陀的圣诞 另外也是借着佛陀慈悲的精神 就是宣导各宗教 要能够融合各种族也是一样 尊重彼此的文化 能够包容 能够欣赏 除了提倡这些理念之外 当然佛教慈悲的精神 如果运用在生活之中 其实是有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我们上百种的这些园游会的 素食的这些摊位啊 饮食啊 还有很多人捐出来的爱心意买物品等等 那么除了说 我刚刚讲说多重意义啊 第一个如果是素食的话 那当然是宣导慈悲不杀身 那第二个呢 也是要呼吁大家重视这个饮食 决定了我们的这个身心 身体的健康 那除了是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另外啊 也是要保护地球的身体健康 也就是说 这个慈悲的精神是心灵的环保 素食呢 是身体的环保 那同时呢 也是为地球在做环保 希望呢 能够提倡这个 心保与环保的这个概念 给大家 那其实呢 这个一年一度的佛光圆游会呢 各位可以看得到哦 其实就是 不只是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件大事啊 就是当地 本地所有 不分各种民族啊 国家啊 肤社啊 大家真的 真是欢乐 这个融融啊 所以我想 这个在社区呢 也是呼吁大家 就是 不管东西方 都能够互相交流 多一点的认识 这对我们能够在 这个加拿大啊 可以 很安乐的 生活 可以身心安顿 安居在这里呢 我想都是有很正面的意义 以及帮助啊 那么希望 我们每年一次的这件啊 这个佛光圆游会啊 大家可以一起来啊 那么 感受一下啊 除了美食之外啊 这种欢喜与融合的 这种精神跟气氛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上午11点 中古生中 多伦多佛光山 住持永固法师 引领贵宾入席 国歌 升旗典礼后 宗教联合起安法会 由佛光青年代表大众 呈现香花供养 永固法师 首先恭送 佛光山开山宗长 金银大师的 为世界和平起愿文 祝导人间风桥雨顺 族群包容异体 国家富强安乐 人民健康无忧 当天出席的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回教穆斯林 印度奇纳教 巴海大同教等代表 也以各宗教的祈祷 唱诵等方式 共同祝愿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宗教联合起安法会后 安排有赞助 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系 新移民研究计划 支票制赠仪式 由多伦多大学 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菲米什纳和曾加达教授 代表接受 国际佛光会 多伦多协会会长 蔡坚仪表示 佛光源游会 主要是为多伦多协会 筹募活动基金 每年也从意卖所得中 拨款赞助 文教责善等工作 大家好 我是蔡坚仪 是多伦多博光会的会长 很高兴 就和大家在空中见面 我们今天就高兴 举行 一年一度的宗教联合 祈福法会 和原油会 我们原油会 其实现在开始已经是办了超过十二年了 我们主要的目的 原油会 就是为佛光会筹募经费的 我们佛光会的经费 其实就筹募得回来 其实主要目的 都是用在社区里面的 其中一个最紧 就是和多伦多大学 我们有一个合作 就是有一个program 就是和他们合作 就是研究华裔新移民 在加拿大的生活 是需要如何去改善 其实这个和他们合作 这个program 就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还有其他的 当然是佛光会 也是以佛光山的四大宗旨 其中一个就是 当然是慈善 慈善的时候 我们也是 全世界现在就是 天灾人祸不断 那很多时候就很需要 就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是 将我们一部分的经费 就拨了去做救济的工作 那就 所以就 今天呢 天气非常之好 那希望呢 今天呢 来到的人流呢 就非常之多 那就可以 帮助我们 是筹募到 我们今年 大部分的经费 那我们可以为呢 就 那个社区里面 做更多的事情 那就 在这里呢 就多谢各位的支持 有感于加拿大多元文化社区的需要 在2011年圆满了五年十五万的 协助华谊研究计划后 今年决定再以五年时间 每年赞助一万五千元 帮助新移民 希望大众与我们一起来贡献和谐社会 国共园游会的五十个园游摊位 共有一百余种中港台三地小吃 和日式越南南洋风味的美食 共大众选择 有深受大家怀念和喜爱的素烧烤 台式素粽 挂包 面线糊 素翅羹 珍珠奶茶 鸡米露等各式冷热食品 园游会中还有趣味油器和二手货爱情摊位 歌舞带动唱功夫等表演 宣导人人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的三好理念 会中主办单位也有准备 包含有北美洲来回机票 食用家电用品 餐厅礼卷 中英文图书等一百份的幸运奖品 回馈社会大众的爱心与热心的参与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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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